纯素三明治 纯素拉面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会场的餐厅里 每一个小吃摊位都有素食与纯素的选项 这是气候峰会在许多民间组织的强力要求之下 所做的改变 而在世界卫生组织所举办的这场 全球食物供需系统转型的座谈会上 大龄慈悸医院的林明南医师 分享全台七所慈悸医院 提供植物性饮食 对减缓全球暖化的贡献 台湾经验分享国际 而与会的讲者也同步分享在英国如何推动 终结工业化动物续产业 以及推动全植物饮食的方向 我们的研究讨训练和养育的食物 因为,实际上,我们不能够达到达巴黄的产品 当我们开始工作人员,他们很抗担 他们认为他们不断切肉的食物 但当我们的训练是我们的训练, 我们的餐厅是美丽的,她们展示他们 他们的权力帮助他们的权力 专业,在最后的训练的训练,他们全都会购买 而且不能等待到去 和服装新和新有趣的食物 所有人都可以享受 不是只有维俄 如果我们看来的移动 在英国中的美国 我们看到了 和食物-based食物 在这些三年之后 它是非常非常棒的 每个地方你现在 都会有食物-based食物在里面 而这 trend会只会增加 越多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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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正面上 我们就要走到正面 We only got to get there fasterでも We just knew everybody was into it and change into plant-based foods and more vegetables, coming in so that's why we decided to do it So we started this seven months ago And it seems to be very popular Even if people are not vegan or vegetarian they are still having a look at it And they are actually persuaded to take something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tasty things on it Two years ago, specifically, we merged it into the menu 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在南部的中心 是最高的食物人口 我们为了餐厅和商业 我们必须让人们吃饭 我们不想要有个单的饭 我们不想要一个单的饭 我们想要一个地方很简单 所以人们可能不想要 因为他们不舒服 因为有某食材要求 或生活的方式 植物性饮食人口在英国快速成长 并成为一股趋势 期盼这股风潮能快速带动 全世界食物系统的转型 进而减缓全球暖化 单新闻 范婷门海媒 英国报道